我認為袁國勇很熟悉病毒和醫療 他說的話是他真心相信 還有他有證據去支持 這一定是第一件事 因為他是一個科學家 他不會說一些事純粹是意見 他一定是搜集資料有數據 這是第一件事 他的文章是紮實的 他相信的 是真的 有證據支持 但另一件事他撤回 大家都知道很明顯 因為現在中國推廣的輿論 都是肺炎的來源地 在美國 起碼不在中國 鍾南三都說過很多次 強烈暗示甚至明示 不是中國搞出來的 是美國的 這就是政治不正確 一方面那篇文章 其實覺得在科學上是紮實的 但在政治上是很不正確 會得罪很多人 特別是跟中央的立場很不妥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他決定撤回的原因 但我也想強調一點 其實袁國勇也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又不是純粹一個科學家 因為自從沙士以來 他都跟政府官員交過手很多次 甚至都是政府內部決策的部分 所以他一定很認識政治 很了解整個政治環境 所以他一定在出這篇文章之前 就知道會帶來政治的影響力和震撼性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一早已經預計了 出這篇文章會引起這麼大的政治反響 當政治反響很大的時候 他就撤回了 這個他也預計了 事實上撤回的時候 是令這篇文章更加多人看 那個影響力是更加多的 因為其實我都在《明報》寫一些文章 我都知道撤回一篇文章很少出現 所以這個簡直撤回這個行動 其實一方面很聰明 一方面他又好像不得罪人 你不喜歡 我認錯 我收回 但另一方面他寫得出 就是想多些人看 所以一方面他在政治上 就好像做到很得體 我收回 但另一方面他寫得出來 就是想多些人看 因為撤回這篇文章在網絡 周圍的傳播 是史無前例更多的 所以我覺得袁國勇就很聰明 令到可以達到一個兩全其美 一方面在政治上 他又不是很對抗 但另一方面 亦都令到他真心相信的信息 就是肺炎的來源地 其實就是在中國武漢 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 很多吃野味的漏雜 就將這個信息 很大規模地散播出去 所以我覺得整個 出文和撤回其實都是一個 預先預計得到的安排 請問他撤回這個過程中 是他自己主動的撤回 還是覺得有些官方的壓力在裏面 通常這個預計 他撤回就沒有說那麼多 他撤回聲明那裡 就說有些政治壓力 就不想轉為政治漩渦 所以我想真正的情況 就是很多時候你出了一篇文 因為他身邊的朋友 或者他都熟悉很多政治的人 會跟他說的 就是這篇文章 就是可能中央政府 很多有權力的人 是不喜歡的 他就收回 為什麼要收回 因為他都是港大 醫學院 你知道其實很多的資源 香港的大學 其實都靠政府 所以如果你寫了一篇 真的很震撼 很得罪人的文章 你將來那個醫學院撥款 甚至整間大的撥款 都會受影響 所以我覺得他出了這篇文章 就會有人勸告他 就不如收回 但他收回 明眼人看到他也收回很聰明 第一 他收回的原因是政治壓力 雖然他都承認了裡面有些錯誤 但他沒有說清楚錯什麼 所以大家的焦點都是說 其實可能政治壓力 就比這篇文章的內容 是假的 是差的 如果他真的想收回一些文章的內容 其實他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指出 這篇文章 雖然我有份參與 其實都是我們的助手寫的 裡面所用的數據 我看過了 我助手搞錯了 裡面的數據 那些圖表 原來是錯的 我助手有些問題 我已經分析了它 甚至我已經解僱了它 但他這次撤回 不是用這個形式 就說裡面的內容是不科學 裡面的內容是錯誤的 主要的做法就是 我不懂政治 我不想被捲入政治漩渦 所以其實它的撤回方式 都是突顯現在的政治問題很嚴重 事實上 在文章裡面都是說政治 即是他十七年來的 沙士的教訓都沒有 中國沒有吸取到 其實這都是一個政治問題 一個體制問題 所以其實他的撤回 一方面是沒有減弱到 他文章的紮實程度 那個可信性 另一方面其實更加突顯到 文章裡面所提及的 就是說 其實疫症為何這麼嚴重 就是一些政治的問題 體制的問題所引致 所以由此始終 我都覺得 袁國勇很聰明 他用到一個很大的方法 令到他的文章 很多人閱讀 亦都令到大家知道 其實那個問題的重要性 就是政治的影響力 或者政治涵蓋了 那個資訊自由 科學自由 研究的自由 但他另一方面 因為他撤回了 又好像很得體 就可以跟一些 有權力的人士 有個交代 使得他就不會說 有些人的說法 什麼 他英明一朝盡喪 前途盡位 我覺得他又欺負到好處 令到自己的權力 影響力 或者職位 未至到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想問剛才提到有人提醒 這個有人 現在可不可以預測到 或者是甚麼人呢 還有第二方面 就是他現在 對他自己以後寫文章 或者香港的何者寫文章 在這方面 有沒有一個檢視 有什麼自我審查的效果 會擺在後面呢 我會估計 可能跟他說話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他身邊友好的人 但是通常都是一些管理層 因為你知道 如果有關方面 覺得你做得不好 要動你的話 他不會跟你不戰 因為他理論又沒有你那麼多 證據又沒有那麼多 他不會不戰 最簡單就是用資源控制的 所以我估計可能他的上司 或者一些決策的人 會跟他說 他這樣 下年的撥款可能會減少的 或者他們有一些研究計劃 可能做不到 事實上這件事 真的不是很新鮮 或者是想像出來的 因為經過了雨傘 譬如幾間大學 很多學生 參與了反送中運動 被拘捕 甚至在大學裡 都成為了一個抗爭的場地之後 你看看立法會 都有些大學的申請撥款 是被扣起了的 扣起的原因都沒有解釋到的 即是沒有解釋到 即是說不到 或者大家都知道 就是好像很多學生 參與了抗爭運動 政府又不太喜歡 又覺得我們不會教好學生 所以我估計都是一些上面 有權力 或者負責和政府去聯絡 和資源有關的人士 可能對袁國勇有些勸告 但我會覺得袁國勇 其實都在政治圈這麼久 他其實是知道效果的 但因為他作為一個科學家 和他救人 即是他是一個醫生 所以他覺得有些事情 不能說 所以他就想一個方法 做到兩全其美 即是一方面又可以出去 但另一方面 壓力又不太大 即是你現在撤回了 又好像得體了很多 又好像做錯了 不好意思 又不懂得政治 所以令到上面的壓力又要減低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兩全其美的做法 我覺得絕對是有意的 因為你知文章的長度又不是很多 報紙的文章大概是千多二千字 還有這些是很敏感很關鍵的字眼 所以這麼敏感和關鍵的字眼 就一定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也是一個有特別的容易的做法 還有我想也是突顯回 其實這次台灣的抗疫 差不多是全世界最成功的了 它最成功的原因就是它的政策 是不需要受到中國政府的影響 它自己作出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它有意去反映回 它想等一些聰明人會見到的地方 還有這個我想它也都出的時候 也預計了撤回這一招 你看它也這麼快就出了決定 有個聲明 所以我想它也是一個 有心想突顯一些它想大家了解到的問題 在這裏面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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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